中国民间已只有坐月子期间不能起头的说法,相信不少妈妈都经历过男人的这一时期,今年来更是被作为陋习各种批判,与此类似的。 今期洗头也被一些老人认为是禁忌,认为会损伤身体。 那么,到底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?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唐良指出,其实,洗头形容不少中医养生学问。 今期洗头一受风寒最近一篇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,今期来了能否洗澡洗头的科普一发的讨论。 这篇文章认为,现代医学角度指出,沐浴可促进机体体温调节,改善血液循环和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,加速可组织器官的新陈代谢。 但从中医角度来说,中医,历来讲究养生,对于洗浴用什么水,什么时候洗,时间长短,洗后的注意事项等都颇有讲究。 唐良介绍,根据洗浴的方式方法不同。 中医认为洗浴可分别提到方汗截表,去封除湿,行气活血,书筋活络,调和阴阳,这份精神等作用。 不少女性都有这样的经验。 经期前后洗澡时,很容易受凉感冒。 唐良解释,这是因为洗浴时人体的毛孔打开,凉气开泄。 所以一方面容易耗伤细血,二是容易导致风寒之邪外息而之感冒,头痛,关节痛的问题,尤其是肃体失落,经期产后,饥饿时气血不足,洗澡洗头更容易感受风寒。 因此,选择什么时间洗头,要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来定。 唐良认为,日常不宜平凡洗澡洗头,而且洗的时间不宜过长。 晚上洗澡洗头尽量早点,因为晚上人体的阳气收藏,太晚起会干扰人体阳气不利于睡眠,而且会导致洗澡后体表残留的湿气排不出去。 长此以往导致体表湿气拥址出现皮肤炎症,身体困疤等情况。 按摩是洗头,不是衣,现在很多人到理发店洗头,头发打湿后做头部按摩,有些一做就是半个小时。 其实这样对身体并不好,中医认为,头为猪羊之患,打湿头发后进行按摩,会导致湿气一气进入经络,而且时间又比较久就更不好了。 这样很容易导致头颈部湿气重而出现头痛,头晕,头重,感冒等。 专家建议,头部按摩最好洗完头后,吹干头发再做,或者不洗头的情况下做更好。 洗头要速战速决,一般先洗澡后洗头,洗完后赶紧吹干头发。 精气产后,体时之人更要注意。 精气产后,体时之人,最好用生姜、哀咽、熬水洗头。 月经期和孕产妻妇女,救后,空出、宝石、强劳动或剧烈运动后,都不宜进行冷水浴。 另外,注意刚运动完,大汗出时,宝石后,不宜马上洗浴,应稍作休息,待继续平复再进行洗浴,以减少头晕、晕厥等情况出现。 体虚是洗浴前适当点用点糖盐水,防止出汗过多而出现头晕。 洗浴后,适当喝点热水,一方面补充水分,另一方面可以排出体表感受的邪气,减少感冒。 记者,颜慧芳通讯员,陈彪权作者,颜慧芳。